- 嘩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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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大家好 - 煩了阿樂部客 我是水風刀 - 沒有錯這集月嘉迷要講的就是 - 到底是如何賺成的 - 那什麼是gainfi呢? - 首先我們要來先講一下 - 到底是什麼? - 對我認知就是一個 - 加fine - 就是gainfi的意思 - Gain就是遊戲的意思 - 是金融的意思 - 提到這邊 - 聽起來還是有點抽象 - 那我們來回到以前 - 其實玩遊戲可以賺錢這件事情 - 其實已經發生在非常久之前 - 就已經發生了 - 譬如說在我們玩魔獸世界跟 - 玩風之谷那時候 - 就可以玩遊戲賺錢 - 像我們自己的剪輯師 - 他就是靠風之谷賺了好幾塊塊 - 過去我們在玩遊戲上面 - 其實我們要把我們打到的虛寶 - 或裝備拿去賣 - 我們沒辦法把這些虛寶 - 直接換成新台幣 - 所以我們會做什麼動作 - 會像到8591這種 - 會像到虛寶交易平台 - 去把我們的角色賣掉 - 然後換回新台幣 - 那Gain牌呢 - 其實就是把這樣的經濟模型 - 帶到我們遊戲裡面 - 其實呢 - 從以前 - 就有玩遊戲 - 當遊戲打工這件事發生 - 有了Gain牌之後 - 就更順理成章 - 就是直接 - 玩遊戲就是賺錢 - 賺的是加密貨幣 - 然後可以在交易所賣出 - 然後換回我們的新台幣 - 所以聽到這邊 - 有沒有很多不可能 - 開始想要踏入 - 玩遊戲賺錢這個領域 - 隨著玩遊戲的人 - 越來越多 - 當然遊戲的發展 - 它的速度越來越快 - 很多玩家就可以在遊戲中 - 獲得一些收益跟紅利 - 所以呢 - 遊戲這件事情就變成 - 以前是獲得道具跟遊戲代幣 - 現在是獲得真實的加密貨幣跟NFT - 這兩個差別就在於 - 加入了區塊鏈 - 區塊鏈的特性 - 它就是可以證明 - 所有權科法化跟稀有性 - 那因此鏈油呢 - 可以防止詐欺 - 或是複製道具 - 這樣的事情 - 就是說你今天 - 有一個NFT就把那個圖摳過去 - 就會就是你的 - 全部都記錄在區塊鏈上面 - 而這樣遊戲的形式呢 - 其實也降低非常多人 - 踏入币圈的門檻 - 因為很多人覺得踏入币圈 - 他們覺得合約太難了 - 低範太難了 - 什麼去中心化太複雜了 - 可是今天呢 - 我們真的有很多員工 - 他們是因為玩遊戲 - 然後踏入了币圈 - 開始創建錢包啊 - 開始去做交易所啊 - 開始做出入境的動作 - 都是因為遊戲而誕生了這樣的動力 - 但今天要告訴布克門一件事情 -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非常厲害的Gamer - 或是你非常想玩遊戲的人 - 到GameFi的世界 - 你可能會有點小小的失望 - 因為目前的GameFi - 還是比較多早中在Five的部分 - 那遊玩性會比較低一點 - 但我們預期未來很多3A大作 - 已經開始加入GameFi的行列 - 未來遊玩性應該是蠻指日可待 - 但可以越來越好 - 變得越來越有趣 - 那麼說到這邊 - 好 很多人也可以越來越說 - 那我要來投GameFi了 - 或我開始要玩GameFi了 - 那GameFi的項目這麼多 - 我們該如何挑選對的GameFi - 我們在挑選GameFi上 - 我們會提供三大面向來給布克們參考 - 第一個是團隊是誰 - 投資人是誰 - 遊戲的機制是什麼 - 經濟模型是什麼 -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 - 我們是如何來看一個遊戲的 - 好 這款遊戲呢 - 它叫做 - 元素騎士 Online Meta World - 那這個名字聽起來非常熟悉 - 元素騎士 - 我會注意到它 - 其實是因為元素騎士 - 在十年前的時候 - 它其實已經有了 - 它是出了名的非常知名的遊戲 - 它目前也進軍到GameFi裡面 -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官網 - 這是它目前釋出的一個製作上影片 - 目前對這款遊戲的遊玩性是有期待 - 因為畢竟它就是之前是一個 - 日本算是還蠻紅的一個遊戲 - 其實我剛剛提到 - 除了看團隊前面以外 - 還可以看社群的活躍度 - 剛剛應該說遊戲的結構 -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社群的活躍度 - 那我那時候去它的DC - 大概好像是三四萬人了 - 現在可能又更多了 -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社群的互動路 - 是有一定的市場 - 這是另外一點 - 其實這個遊戲在推出之前 - 這些製作團隊或合作夥伴 - 就會讓我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 - 稍微有點組織的項目 - 而不是一個割酒菜的項目 - 好我們再往下研究 - 就是蠻多人進入煉油最關心 - 就是它的遊戲機制是什麼 - 還有經濟模型什麼樣 - 那到底可以怎麼賺錢 - 那這種資訊通常會出現在哪裡 - 官網的白皮書可以看到 - 那它的白皮書呢 - 其實就放在首頁最前面的地方 - 所以很容易找到 - 而且還是中文版 - 哇真的蠻讚的 - 前面是介紹這個遊戲的起源 - 然後我們快速來到這邊 - 就是代幣設計的部分 - 那遊戲它一共發行兩種代幣 - 那我們通常遊戲都是走雙幣制居多 - 那這邊的話就是MVB - 跟這個ROND - 那MVB主要就是主要的貨幣啦 - 那它也是一種治理代幣的一種 - 然後它是來構築他們未來元宇宙的一個發展 - 我們總之可以看到MVB在遊戲中的主要功能會是什麼 - 可以低價購買時尚裝備 - 獲得裝備升級的權利 - 可以決定遊戲方針的投票權 - 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購買製作土地 - 怪獸NPC的權利 - ROND BING是用來幹嘛 - 是構築遊戲內的關鍵貨幣 - 那它也是加密貨幣的一種 - 它也可以其實未來應該是可以在這邊 - 那它主要是遊戲中的用途使用 - 包含購買遊戲內的裝備啊 - 道具啊 - 然後武器防具之類的 - 然後強化或鍛鍊基本裝備 - 就以前我們把裝備做強化 - ROND的行情 - 譬如說今天我把鐵劍賣給這個武器行 - 那今天的價格是100ROND - 那第二天發現在交易所ROND的市場貨幣已經砸10倍 - 那你賣給鐵劍給那個武器行 - 就會是100除以10 - 就是10ROND - 簡單來講它會讓遊戲內部的道具的價值還是固定的 - 不管外圍的幣價怎麼波動 - 因為很多人會擔心說 - 萬一它長很好欸 - 可是如果它跌怎麼辦 - 跌的話有可能你的武器全部都貶值 - 你在遊戲裡面買東西全部都受到影響 -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- 道具的價格不會因為幣價去波動它 - 那這樣的優點是項目方比較能控制遊戲內部的經濟平衡 - 讓大家在購買道具上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- 代幣講完我們就來說這款遊戲大概要怎麼推2RON - 官方表示是說 - 只要玩家去打冒險、副本、稀有裝備等等 - 那玩家拿到這些道具可以幹嘛 - 就是它可以作為一個NFT - 從遊戲中取出或是放到遊戲的市集讓其他人購買 - 那同時遊戲中的道具的流通數量都是固定的 - 那這件事情在NFT上就可以體現它的價值 - 因為如果是固定的話 - 那如果你很幸運的拿到了稀有裝備 - 當玩家越多,需求量增加 - 那相對價值當然越高 - 所以這就是我們初期說 - 如果你一款遊戲剛剛上市 - 你先進去當第一批玩家 - 減便宜 - 然後先去了解這個遊戲到底什麼東西值錢 -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搶到第一波的同意 - 第二個我認為這個遊戲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- 土地 - 那玩家可以透過購買遊戲中的土地 - 重新設計出這個土地上 - 你可以去開你自己的副本跟關卡 - 設計這個關卡裡面的怪獸、魔王 - 也可以把自身擁有的超級特別的NFT寶物 - 設計在這個地圖中的怪物呢 - 它可以達到這個稀有道 - 去吸引其他玩家來參與 - 那你會想說我爸我的NFT拿來當獎勵 - 我還設計了這個東西我要幹嘛 - 其實呢 - 玩家參與之後 - 你就可以跟他們收取入場費 - 來當作你的收益 - 你有沒有覺得 - 哇天啊我今天既可以賺錢 - 我又可以在遊戲裡面設計屬於我自己的一個關卡 - 這很特別欸 - 如果像是我超 - 我就想要設計我自己 - 搞不好一個刀刀 - 魔王試煉虛 - 然後你就進來打 - 那我就把我獨家NFT放在裡面這樣子 - 沒錯 - 這就是我們自己設計副本給玩家打 - 你就是 - 遊戲創作者 - 你有沒有有趣 - 這樣的想法其實我覺得蠻創新卡 - 就算不是gamefan - 應該也是遊戲類的一大創作 - 因為它後續會推出 - 而且這也蠻考驗你的設計能力 - 你一定要好的獎勵餐 - 請大家來打關 - 如果關卡設計得太簡單 - 你的NFT一直被拿走 - 好像這樣也入不敷出 - 但這個遊戲的設計就真的大大的引發 - 我會想要試試看說 - 讓我來設計看看好了 - 或者我來玩玩看 - 就不管有沒有賺錢這件事情 - 我可能會先下去好奇一下 - 那這個遊戲預計在什麼時候上市 - 我相信大家會想知道 - 就是在今年8月 - 那到時候我們會拍一集影片 - 來玩玩看說這個遊戲到底是怎麼樣 -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另外一款遊戲 - 就是 - 之前有一款遊戲是B&N英雄 - 那大家如果有關注GameFi的話 - 就會知道它其實有在12月的時候比較崩盤 - 那它的經濟模型是不好嗎 - 或是發生什麼事情 - 簡單介紹B&N英雄 - 它就是建立在B&N上一款遊戲 - 那大家玩耍的話 - 就可以獲得一定的B&N - 那它還有一個代幣叫做B&BH - 用來購買一些英雄裝備等等 - 那我們剛剛看到說 - 這個遊戲會直接發B&B當獎金給大家 - 你今天如果拿B&B馬上轉出去交易平台 - 你是會被課20%的稅 - 意思是說 - 今天你第一天 - 在這個裡面 - 拿到了100的B&B的獎金 - 那你要立刻轉出去 - 拿到換出來的話呢 - 你就是 - 等於是拿到80B&B的價值 - 課稅比例它是會每天逐步下降 - 那大概10天之後呢 - 它是說 - 不會再被課稅 - 所以回本天數大概是10天 - 那這個其實為什麼要這樣 - 就是項目方當然會希望說 - 誒你不要就是賺了 - 你就直接拿回去換回來嘛 - 那玩家不要一次把獎勵領光 - 可以在認真的在這個遊戲中 - 去Enjoy - 會玩久一點 - 玩家為了玩遊戲呢 - 也會把他的金錢投入進來 - 所以呢 - 這個獎勵跟支出 - 就會形成一個 - 良好的循環 - 那但問題是說 - 項目方做的條動 - 譬如說 - 像之前他 - 刻意的把稅提高到了30% - 本來你明天就可以無通領出 - 那你就要為此多等幾天 - 或再加上當時有一個神秘的玩家 - 在前一天領出了大量的獎勵 - 還有種種的因素加成 - 讓大家信心上持 - 當大家信心上持的時候 - 大家就會懷疑項目方是不是要割韭菜 - 所以呢 - 大家就會大量的拋手 - 或趕快離開 - 造成他的代幣能快速的編輯 - 那像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型 - 其實不是說不OK - 只是說操作面積就顯得很重要 - 或是項目方有沒有出來講話 - 或是有沒有出來做一些動作 - 那這件事情就會增加你玩家的信心 - OK 我們講到這邊啦 - 其實我們大概講了一下 - 跟Fight還在做什麼 - 不是說遊戲機制不能去改動 - 應該是可以會去調的 - 而是要你要看商務方 - 它到底有沒有那種long turn - 它想要走long turn那種感覺 - 而不是那種 - 喔我要割韭菜或我要下車這種感覺 - 所以其實有一件事情還可以看 - 就是它背後有沒有創通 - 如果它背後創通 - 你會發現說 - 如果這個遊戲 - 它還沒有花到大部分的錢 - 或它還很有錢 - 或它其實流通量還沒那麼高的時候 - 事實上它不會在這個階段割韭菜 - 所以我覺得GameFi很重要的地方是 - 你要看它的回本天數 - 我覺得如果今天你是以一個投資的角度 - 那回本天數越少 - 對我來講的風險值就越低 - 那是可以去做早期的投入的 - 只要在任何遊戲的早期 - 它基本上不會在早期割韭菜 - 所以你就可以吃到那個時期的紅利 - 很多GameFi十之八九 - 它當然也會有問題 - 但是也有一些和我的GameFi存在 -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了解 - 關注這個遊戲 - 讓它未來的走向 - 還有就是自己 - 我自己本身是認為啦 - 我很多時候買那個遊戲是 - 為了想要體驗的 - 其實也不是說單純為了要賺錢 - 那如果你當然為了要賺錢的話 - 我剛剛有提到 - 其實你要看的就會是 - 以投資人的眼光 - 在看待這個遊戲 - 你看了就不會是遊玩性了 - 你看了就是回本天數 - 所以每個人的心態存在的不一樣 - 會選擇你要怎麼踏入GameFi這個領域 - 那不知道不可能你們自己是傾向說 - 我是投資人呢 - 我還是玩家 - 還是我其實希望兩個都有 - 那這也是蠻值得思考的問題 - 以上就是我們要玩GameFi前 - 會做的一個starting -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- 團隊是誰 - 社群他到底運作的怎麼樣 - 有沒有一個基底 - 再來就是遊戲的機制 - 還有他的經濟模型 - 大概這幾塊可以做一個初步的判斷 - 但事實上你不可能說我懂這個 - 我就一定賭中這個東西會中 - 一切都還是要自己做功課 - 那我也覺得GameFi不是就是 - 要你玩就一定保證你賺大錢 - 很多時候你要DYOR - 就是做好自己的功課 - 那當然所有的東西 - 投資有賺有賠 - 那這邊也沒有任何的建議大家 - 要做什麼樣的投資 - 不知道不可能對於GameFi - 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- 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- 最後不可能的問題是 - 你最近有玩什麼樣的GameFi嗎 - 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- 你今天願意願嗎 -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- 請分享給身旁對於GameFi領域 - 有興趣的朋友們 - 讓他了解GameFi是怎麼賺錢的 - 這樣分享訂閱按讚留言關注我們囉 - 掰掰 - 如果大家想要關注更多 - 關於遊戲的趨勢或發展 - 想要第一手的資訊的話 - 也可以先加入我們KGG的遊戲公會的Discord - 然後我們詳細的資訊放在下面 - 如果想要加入那個BiB交易所的話 - 想要去購買這個遊戲紅幣的MV幣 - 元素騎士的幣的話 - 那我也有把推薦的連結放在下面 - 大家都可以連結喔 - 那就這樣子囉